比如说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王飞是她的歌迷吗 王飞说我没有见过邓丽君 可是我听她的歌 我觉得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就是歌如其人吧 你听她的歌 你会觉得她很纯真 就好像梅艳芳的歌里面 有她对生命的热爱 邓丽君的歌里面 我觉得是她对人怀 有一种很美好的情感 所以不管是她过去 唱那些民歌小调 到后来唱流行歌曲 包括唐诗 颂词 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个 就是善良的 内心纯真的人 感性的一个解读 对不对 理性的解读 就是说你看 这个不管是港澳台地区 我们的这个内地 包括在美国的唐人街 有华人地方大家都会喜欢她 那就说她的这个审美情趣 是建立在华人共同的 某种文化圈上 对 真是 对 你如果说理性我也可以说一个 邓丽君有一个唱歌 非常厉害的地方 她的唤气你是听不到的 因为现在你去听陈奕迅也好 或者是王菲也好 他们你去听CD 唤气声很重 邓丽君是没有 她专门去 就很专业 对 她去专业过的 所以她是把这个声 唤气声给掩盖掉 就她很绵密 而且很舒服 就是前不久 新闻爆出来 就在台湾有一个盲女 她就当街在那儿 用很简陋的设备 在那儿演唱邓丽君的歌 但她的声线非常像邓丽君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模样 人生是否要真心 这些是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这个视频在内地走红的程度 远比她在台湾要走红 因为这个盲女在台湾 参加了一些唱歌比赛的 并没有收到太多的欢迎 可是在内地现在我都 据我所知 有好几个大的选秀节目组 专门去找她 要她来这边上节目 参加他们的比赛 包括我去台湾 有一次采访的时候 我就专门去探访了 邓丽君的墓园 去的路上 那个导游就和我探导了 这个问题 他就说其实邓丽君 在台湾的那种受欢迎程度 没有就是他所感受到的 大陆乘客 对他的那种热爱那么强烈 因为我就知道 天时地利人和 因为邓丽君在台湾这个红 是慢慢红起来 然后在顶峰 持续了一段时间 他走了 其他人就相对来说 他始终就不能够 说人不能老往上走 在内地这个事就不太一样 因为在八十年代初 改革开放 他的歌进来了 首先是一种突破性的震撼 在你听过了样板戏之后 按照他的话 你听过了大喘气之后 听电池没有换气子了 对不对 你整个音乐氛围有所变化 第二个他当时唱的歌 有很多确实让我们回忆起 49年以前 他某一些这种老歌传过来 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 种种政治原因 我们曾经封杀过邓丽君 对 人的心态就是这样 你越近他吧 他心里有的时候就越 越觉得痒痒的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用小卡带 翻来翻去 自个儿偷在被窝里 有啊 这个是吧 对不对 尤其是 在八年年的那样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上 他就是有摇滚精神的 对 因为他是跟当时的一些传统 和之前的规则是突破型的 那一样 他还是有个性标签的 你知道吗 邓丽君当年为什么被封杀 很想知道 没有 实际上当时 邓丽君作为一种新的这样唱法进来 一开始我们对他的这个接受度不是很激烈 就真正让大家觉得后来 我们的英协议领导同志觉得他有问题 是因为他唱了《何日君再来》 这首歌有 你明白吗 他是当年在49年前 旧上海的时候 是李湘南演唱的嘛 那有一些日伟的背景 在这个40年代 何日君再来主要唱的时候 上海孤岛时期 对 所以这首歌当然他有很多自己 这个多船的命运了 就是说因为在日本人占领时期 他们说这个《何日君再来》 是指的国君什么时候再来 敬唱 敬唱 大家悄悄地唱 日本人走了 又有人说唱《何日君再来》 你是不是想让皇军再来 敬唱 关掉 对不对 到解放以后 你再唱这首歌 你到底希望谁来 也敬唱 所以这首歌一直很作孽 对不对 所以到了80年代 当这首歌作为一种 新的流行音乐形态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很多英协的领导同志 都是当年经过枪林弹雨的 无产阶级革命作曲家 所以他对这首歌 当然他就很本质地会有种阶级感觉 对 这歌不能唱 因为当年他就是黄色这歌曲 《明必经》代表 所以那个时候连带这首歌 把邓丽君一块封杀掉 有这么一个背景 那后来怎么又解禁了呢 其实这个当中就牵扯到有几块了 一块是对于何日君再来 本身这首歌曲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情况的 一个重新调查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北京 开过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研讨会 就是在学术界 在政治界 重新来探讨 关于刘雪岸这部作品 他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 后来把所有的历史情况 都把它搞清楚了 当年他先写了旋律 然后别人再填了词 所以跟刘雪岸是没关系的 填词是为了给一个广告片 做插片音乐 所以不管跟国君跟皇君 都没关系 那么所以把这个历史 挖清楚之后 我就记得当时 也是我们文联主要领导同志 他当时这个胸怀 让我觉得很敬佩 他说当年我也批判过 今天终于把事情搞清楚了 水落石出了 我觉得当时我的批判 是有轻率成分的 所以就此之后 这个蛮坦率的讲的 我觉得很坦率 尤其是作为一个革命的 老一辈的无闪电音乐家 最后他很坦率地承认说 我当时有搞不清楚地方 所以就此之后 相对对和尔君再来 对邓志军而言 就不再那么隐晦地觉得 这到底是能唱的不能唱的 就彻底解放了 所以现在就有费玉清 等等等等歌手 都可以再翻唱这首作品 是是是 就作品论作品 网友原来讲过一句话 你说邓里军的根 是在上海的 这个可能从我们做历史人来讲吧 就当时我去研究过 说邓里军这首歌 它到底怎么成长的 它是1953年吧 53年当时出生之后 到他懂事的时候 5859年 60年先后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台湾地区在流行什么 那时候是演歌嘛 就是日本演歌 然后呢 它这个方式也是如此 这个在这个很多十四大排档的外边 打一台子 很多歌手就唱 唱的有日本歌曲 也有台湾当地的这歌曲 还有很多就是当时三四十年代 大陆的流行歌曲 挪到那边去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 邓里军是听着这部分歌曲长大的 那么他成长起来以后 唱一写 他当年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 就很正常了 所以我说他就跟在上海 但是呢 当邓里军80年代 他的音乐回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一些这个 音乐的一些领导 那个时候我觉得 心胸还不够开放 底气还不够足 因为你应该可以把它认同为 这是属于 上海老歌 你回来寻根嘛 对不对 你是我们这出去 先回来寻根 但那个时候 我们把阶级 斗争这根弦 绷得太紧了 所以觉得说 他一定代表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是华语流行歌曲的骄傲 而确实 华语流行歌曲的根 是在上海 这是让我想到 我有一年采访 邓长喜先生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到 他跟邓丽军小时候 是很喜欢去当时的台北的 有一个饭店 大饭店 然后他当时就有很多 上海的乐队在那里演奏 包括当时饭店的广播 是有中文 英文 还有就是上海话的 他说从小 他跟邓丽军就对 上海有一定的向往 这个就跟49年有关 因为49年上海解放以后 我们逐渐地在这个55年之前 这段时间 把上海的很多歌舞厅 进行了一些应该说是整顿 所以有很多乐手乐人们 在这儿他没有工作 所以有不少在那个年代当中 就陆陆续续 到了东南亚 到了港澳台地区 那么在那儿生根发芽 最后还结了果 所以说我们后来 就是邓丽军终于重新回到 我们大众的视线里面 然后大家都在听他的歌的时候 我觉得真有一点感觉 就像《甜蜜蜜》里面 那个结尾 就是黎明和张曼玉 重逢 我们真的是 和我们自己的历史重逢 多深我爱你又几分 我的情报 我的爱 月亮大 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谁神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抱紧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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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大 表我的心 月亮大 你笑的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火而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生想不起 曾经有过美国的音乐学家 他提过观点就是说 人在超过25岁以后 就很难接受新的流行音乐 除了就是我吧 所以也就是说 不用猜李里的年龄 有道理 把她带去卡拉OK 看她点谁的歌 就大致知道她有多大年纪 我点的是玫瑰 《玫瑰玫瑰我爱你》 但这首歌也影响了邓丽君 近一段广告 我们回来讲讲 那她把甜歌 已经唱到了这样一个电影 《无人超越》的时候 她的未来是什么 唱着蓬松了头发 画了一个烟熏妆 然后再唱Rock and Roll 真的你成为一个明星之后 往往很多人就不敢 再把自己的个性露出来 这邓丽君是敢的 你看我们刚刚讲说 邓丽君其实翻唱过很多 上海老歌 比如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 当年是姚丽唱的吧 对 姚丽首唱 姚丽现在有90岁吗 在香港 准确说应该是89足岁 97岁 现在我一般一年到香港去两次 每天都会约她喝一个茶什么的 老太太 等于刚刚见过她才回来了 刚刚见过她 是 就是 那么她现在因为跟她相濡以沫 50多年的丈夫去世了 所以曾经有一段她精神不太好 现在很快她又走出来了 因为她说我就是这样了 她说实际上我的亲人 一个个离我走下去 因为她哥哥开始 她说我已经开始练就了 我自己能够花一段时间 让我自己解放出来这样一种能力 现在是为菲庸跟着她一块生活 那么自己的子女都在美国 所以谈起当年那段往事的时候 她也很有意思 因为她说 她说一个歌手 你永远要知道你是谁 她说我从来就没觉得我是明星 我只是一个歌手 她说我为什么后来 只是录音棚歌手 因为我没有很多其他歌手的能力 能够把一首歌无限次地重复 所以我只在棚里 我充满感情的唱一遍录下来 这是最好的 然后我就尽量不去唱 所以她也不开演唱会 这个当时跟现在的歌手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是 我当时问过她 我说你看很多人开演唱会才能赚钱 她说我哪来那么多感情 这个讲得好 感情 对啊 就是其实很多的经典 它确实是不能无限制地复制的 而且我们也说你即便模仿它 你不能超越它 这感情不一样 在内军的演唱会 差不多有一个保留环节 也就是对这些老歌进行再演绎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 这些歌的原唱是她 一上《彩槟囊》 还有《回娘家》 没错 还有《探时声》等等的 很多歌80年代 先是听她唱的 对对对最早 大家是听邓丽君唱过 然后回过头才知道说 它是老上海的歌曲 对所以后来我又听到那个老的录音嘛 就是白光唱《探时声》 我说这个人是谁 那个嗓子里像有一根鹅毛在挠啊 就这种声音 我听着就是很销魂的 后来她知道白光 要补了这一颗 这个当中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状况 就是我们对于流行歌曲的 经典化的这个定义 我总觉得流行歌曲它就是十年 十五年最长了 但现在你会发现 我们亲身经历某些流行歌曲 可以唱80年 对不对 这个当中可能就有一点说 创作的时候是一度嘛 一度创作 然后演唱的时候二度创作 其实有个三度创作 就是观众有了反馈之后 你再一次改 邓丽君就做了很多三度创作的事 对不对 前面有过 但是我根据现在你们的口味 我把它重新唱出来 然后它的存在 才证明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 对 其实不只是他翻唱老上海的歌曲 包括他 因为他在日本出了很多唱片 他在把那些很红的日文歌 再翻成中文来唱的时候 又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他在日本 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到现在 永远排在榜上 对 日本曾经做过 就是一个时代50名 日本国民最怀念的歌手 邓丽君永远都会 在各类型的这种中间 都会占个一个席位 而且日本一直也会拍一些 关于邓丽君的传记片 最近是他们的很红的偶像 上户才来演的邓丽君 这个我就觉得 就是曾经某位隐星 咱们不提的就是说 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 我死去 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老的样子 真正做到这个事 我觉得两位 一位周璇 一位邓丽君 可是这个我倒真的跟你观点不太一样 因为邓丽君在后期 其实已经有一些老袋了 只不过可能大众印象中的邓丽君 还是他80年代最巅峰时期的那个样子 可以穿旗袍 怎样的 因为如果你去看邓丽君最后期的视频 他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了 我指的这个概念是 您不能跟姚丽老太太比 对不对 因为现在当年老上海 三次时间带这些老歌手们 有一些已经开始 不再在媒体前露面了 比如说李香兰 李香兰好像他超过 他居然还在 他居然还在 对 就是说这个名字 你似乎觉得他就是一个历史 是吧 就是 我觉得很大一个感觉 就是连翻唱他歌曲的邓丽君 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他还在 活化时李香兰还在 当时我去见过 已经93岁的黎明辉先生 这比他们还再老一代了 黎明辉先生当时就是 明月歌舞剧社的第一位 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曲的演唱者 当年你姑奶奶王仁美 是不是她就是 是她的师妹 师妹 都是一样 所以当时黎明辉女士 我就在上海的养老院里 最后我就讲到过去的事 我带着社主去 她说不用拍了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你看 这种感觉你才觉得 她离我们好像不远 但是对她而言 她已经度过了六七十年 不再等舞台的日子了 可是有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 就是我们对于历史 对于是什么影响到了我们今天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想法 是有好奇心的 所以你没有时光隧道机 不能穿越 有的时候一种 就歌里面因为有情绪 就你说有感情 就这种歌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物品 就会让我们产生穿越的想法 这就是我现在经常有时候 我就会去看那种 就是有小邓丽君的演唱会 包括邓丽君的人生的音乐剧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你满足吗 我真的是不满足 我说句实话 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歌手 他可能是在某一些唱腔上 就是追求到了邓丽君的那个甜美度 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个神韵 还是不是很像邓丽君 因为大家的邓丽君 可能对邓丽君符号化了 觉得他是唱民歌小调的 其实邓丽君是很丰富的 邓丽君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人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不是那段时间 跟陈龙还谈恋爱吗 他开的是劳斯莱斯 然后邓丽君那时候 麦克尔杰森在美国红起来的时候 邓丽君在他11个掌声的演唱会中间 他翻唱了麦克尔的歌 那时候麦克尔也是个很新的歌手 很多人并不知道 邓丽君还可以翻唱麦克尔 西文歌 西文歌 对 唱摇滚 他也化烟熏妆 其实 所以我们今天 还特意找到了一段视频 一起来看一下 中文歌 其实邓丽君还有一个 其实更有颠覆性的 是他烫着蓬松的头发 他画了一个烟熏妆 然后再唱Roken Roll 所以他很多遍的 其实每一个成名的歌手 都有这样一种心态 就是要超越自我 当他把田歌 已经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无人超越的时候 他的未来是什么 所以有很多人去挑战的是 不同的状态 对不对 我想这个李勒也是 过去做节目 现在做节目 他始终在挑战一些新的花样 变成男的来的节目 在邓丽君人生当中 最经典的一张唱片 还是《淡淡幽情》 就是他把唐诗颂词 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演绎 因为这些唐诗颂词 在古代就是用来唱的 但是没有人听说 听过他究竟在古代 是怎么唱的 所以邓丽君他找来 现代的作曲家 把他做出来 然后再唱给大家 就会让他相信说 古代我们听到的 可能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感觉 我觉得就是应该 邓丽君那个感觉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 彻底让我把它 他跟一般的流行歌手分开了 那我会觉得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有自己主张的人 就他对某些东西很坚持 2010年的时候 《环球时报》 就是做了一个报道 关于邓丽君 还特意引用了 他讲过的一段话 他是怎么讲 就是说当年 邓丽君不是曾经在日本 得过好多奖 获奖无数 日本很喜欢他 红白歌会 没错 而且有很多日本男子 是非常欺慕他的 向他求婚 他都拒绝了 偶像 没错 但邓丽君自己是 怎么说这件事 他说我不办日本的护照 也不在日本购置房产 我也不买日本的车 他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开了一个德国的金龟车 他讲什么呢 他说好多人笑我傻 其实他们不知道 我心里的意思 他说可能是由于 某些民族情节 你看他公开 不该对媒体这么说 而且当时日本还是他的饭碗 对 很巨大的 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他说老实讲我讨厌日本 我唯一做的就是要在日本 努力赚他们的钱 然后寄回老家 我觉得这就是跟他的成长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他爸爸是一个军人 然后他是在眷村长大的 那个时代对他的教育 是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还是非常有个性的 而且他坚持 他使咱们不说他的对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他来讲 他这个难得的地方在这儿 其实每个人在他成名之前 往往是有个性的 但要成名吧 你就必须要用一种 共性的状态 使你自己做到 但真的你成为一个明星之后 往往很多人就不敢 再把自己的个性露出来 鄧立军是敢的 大家知道鄧立军跟成龙 是有过一段 不太愉快的恋情 然后过了几年的时候 鄧立军有一年 在香港得了一个奖 然后主办方为了炒噱头 让成龙去给他颁奖 后来鄧立军究竟是在台上 没有接受这个奖 所以就是人得做到 这个很好 得做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才能再把个性露出来 所以敢爱敢恨真是不容易 当然了 我觉得鄧立军 他确实有他很幸运的一面 就是说他在那个年代 种种样的机缘巧合 能够让他红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他的个性 又能够及此非常好的表现出来 而我们往往现在觉得 他真正闪亮的地方 跟其他明星不同的 就是在他的个性中闪亮 所以就这个人有个性 他很敢爱敢恨 而且敢把自己心里所想的 告诉别人 对 很真实 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活的鄧立军 而且就是你说过 一个词叫混搭 混搭 鄧立军的这个个性 包括他迷人的这部分 就是因为他混搭 混搭的 他有刚才我们探讨的 老上海的中国元素 他有后期去日本 发展日本的演歌 跟日本那时候 最时髦的衣服 跟唱歌的方式 还有对明星的包装 他身上都有 包括后期他在美国生活 在巴黎生活 摇滚的一部分 摇滚的 优雅的 我觉得鄧立军 是很复杂的一个个体 是啊 感谢观看